安安 我們今天是 射口洞的廢片 沒有廢片 今天呢 主角就是我們的 二姨太 因為我們也好久沒有動他了 然後 重點就是來看他的前腳不見了 他腳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連兩根 金筷子都不見了 他今天要來做保養 因為最重要的是保養嘛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 行車記錄器升級 跟我們的 腳踏後移的 反打 正反打吧 正打改成反打這樣子 那保養的話就蠻重要的 因為他的前叉油呢 他從出廠到現在都沒換過吧 他是2018出廠 所以他到現在 都沒有換過前叉油 那因為前面那些車主 他就是 覺得擋車很帥 就是這台CV-E50 他真的是帥 真的超帥 騎在路上人家都以為 你在騎大型的重型 每次在停在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聽過人家說這台 哇 你那重機 可是他居然是擺排的 然後那時候 女車主呢 他就是 覺得很帥就買了 可是因為 他覺得他很吵 然後家裡覺得他很吵 他真的是 原廠真的有點吵 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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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就蠻大聲的 而且他那時候 連輪胎都放到煤氣 然後他也不知道 真的超誇張的 所以那時候 他肯定是沒有換過前叉油 那我們就是從 出廠到現在 終於要來保養他的前叉油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他的前叉油有多可怕這樣子 除了保養前叉油之外 還有 雞油 雞油也差不多要換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換 我們上次換雞油好像也 這去年了 我們有換過雞油嗎 有啊 我都有 我有在洗啊 我有在換雞油啊 欸 我們現在里程差 都我在洗啊 對 那現在里程才 8000多 哦 8000囉 你還在3000嗎 對 因為我很少看他的里程 我騎到8000了 後期去拿 我很少騎 因為是我很騎到8000 後期去拿 所以最重要的是來保養他的前叉油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上次去射箱木花海那片說的行車記錄器 匯掉的行車記錄器 就是雙子星那台 把它換掉 因為這一台雙子星真的是很久很老很古早的產品 大概是六七八年前的產品 然後他換了之後 被我們剪斷線然後去修 然後回來然後又換 那時候我們就直接決定 把它直接升級到最頂標這樣子 就告訴我們線不要亂剪 對 不要自己亂用 反正我們就是升級到我們最愛的獅子座耳袋這樣子 因為他那個畫質真的是很棒 很棒 很多觀眾看到都說 這台台其實在記錄器畫面真好這樣 所以我們就換洗車記錄器了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 翻檔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的車子應該只剩下 對 只剩下他 是正檔 然後俄魯也是翻檔 因為俄魯之前要去跑大力寶 然後為了要跑賽道也改成了翻檔 然後這一台是我們車庫裡面 唯一一台剩下正檔的車車這樣 然後就很常打錯的 因為其他台都是翻檔 太不習慣了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要改翻檔 其實我覺得這是看人啦 就是其實你要正檔 翻檔都可以 對 可是下賽道的話 大部分的人應該是9.98成 9.98成的人會把打檔桿換成反檔這樣 因為我們正檔就是正常的打檔方式嘛 就是國際檔然後 踩勾勾勾勾勾勾嘛 然後降檔就是踩踩踩踩嘛 對吧 大家都是這樣 然後因為你在比較激進的過彎啊 比較激進的騎乘的時候 你會覺得在彎中 然後還要把腳伸到 伸下面去勾 不覺得很不順嗎 我其實一開始習慣正檔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那個時候的K1秒數大約 月末是在58到1分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很慢 然後再散步 然後我就覺得 欸 蠻有盈慾的啊 就覺得好像就是勾也不會怎麼樣 但後來就是秒數越來越快之後 就開始覺得很煩了 就是我下賽道沒多久 就開始騎整個反打的車子 那反打的好處呢 就是在 因為你在賽道在 傾倒翻身的時候 在彎中的時候 準備要開油出彎 然後那個時候腳就是 就是覺得要進去 然後再勾 然後進檔出彎 那個就很繁鎖啊 因為那個時間可能就只有 0.5到1秒之間 很快吧 反正那個速度非常快 你要強那個速度 然後你看 如果你是要進檔出彎的時候 我看直接這樣 然後就直接出去了 他不是很快嗎 那如果你是要這樣子 伸進去拿卡 然後再出去 我覺得這就慢了 0.5 那慢滿多的 應該是滿多的啦 反正反打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在 比較激烈的操架的時候 然後在彎中 你就會覺得說 倒在短時間內趕快踩 然後快速進檔 然後快速出彎 會比較順 那如果是降檔的時候 就像我們進彎 煞車退檔 然後進彎這樣子 我覺得時間會比較重 因為那個時候 畢竟是直立然後 煞車 退檔 勾 然後再倒進去 欸 好像滿順的 緩衝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打 會比較適合在賽道的激烈操架中 反正我現在就是很習慣反打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把CP50 也改成了反打 那這樣我們車庫裡面 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台是暫打這樣 就不會打錯檔 對 就不會在路上突然間暴轉 我是比較少這樣 但我比較常是起步的時候錯這樣 就起步 欸要踩還是要勾 我會有點蹲不太清楚這樣 我們CP150的反打套件呢 是因為之前腳踏後移是新選的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有沒有反打套件這樣 他們好像是剛開發出來是嗎 對 剛開發 剛開發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這組是測試版 是測試版 順便跟他說一下 就是這個反打的套件呢 剛剛講的是理論上使用上的那個方式 然後它的結構概念呢 大概是這樣子 就現在裝的已經是反打嘛 那現在踩下去 它這一根是往前推的 然後往前推它就進檔這樣子 所以那如果是正打的話 然後這一根是裝在下面嘛 然後如果 如果往前踩的話 它就是這樣勾 就是往後面的會往後翹 然後這一根的話就是會往後嘛 就是整個這樣子往後 這一根這樣往後 所以現在改成反打就是往前推 那就是進檔 那這個如果是沒改之前的正打 往後勾 這個往後拉 那就是退檔 然後好像有些車子原廠就可以改成反打 阿魯不是嗎 對啊 阿魯的 它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它前面的空間 空間不夠 所以它沒辦法反邊 對啊 所以它會改這邊的方式 那如果阿魯的話 這個東西你這邊不要動 這個東西如果對掉過來 它就是會反邊了 那新選的話呢 它就是在開發中 然後這一組是給我們測試的 它目前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回饋給它之後 新選之後應該就會有 CB150R的反打套件這樣 因為我推了蠻多人去買CB150R的 快要變成CB150R的經銷商 欸 經銷業務這樣 你這樣講會有誤會 大家會拐到你買衣物 不是 你沒有賣衣物 不是 對 因為自從我買了這一台之後 大家就開始看到CB150R的帥氣 這一台車真的很輕 然後騎起來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騎起來就很多樂趣 然後它又不賣 你看它可以追上 它可以跟STR一起出遊 我覺得還不錯 滿值得收藏的一台小車啦 我是對它滿滿滿意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反打已經裝好了 然後機油換好了嘛 機油好啦 機油很髒嗎 還滿髒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幹嘛 那就是你用的 沒有啦 你機油只要騎個一千 卸出來就差不多那個顏色啦 是嗎 很合理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的行車記錄器也裝好了 前面圓頭後面方頭 其實我覺得它圓頭比較好看 我下次 沒有下次 沒有下一台車 我們行車記錄器已經裝好 現在就剩下前菜的部分 然後那個油剛剛倒出來 我覺得還好沒有機油那麼髒 而且它油倒出來很乾淨 其實我現在已經發現一個規律 就是它算是它排很久 它可能讓你擺個四五年 它倒出來自己的朋友 其實大可能是乾淨的 因為它沒有去壓它嘛 對 因為你在 你沒有騎得很激烈的話 你是休閒騎乘 它沒有一直在作動的話 它很難會變得很髒 我剛才想到 我們最近因為有看到那個日本全日飛的選手 來賽車場交流 然後去看它列車 看大神列車這樣 然後我是不是聽說 全日飛很多選手 他們在賽道裡面是用正打 對 正打這麼輕 正打這麼輕 很內 你不要說很多選手 但是來了這兩個好像都是用正打 東南亞應該大部分都是反打 我覺得應該用反打還是比較多 反打是反打這樣子很順啊 因為你在出彎的時候比較急 比較趕的 然後車身是歪的 尤其是歪左邊的時候 在左彎的時候 你腳就是超不順的 因為你腳就 重心都在你的左腳上 然後要去換檔 我覺得要 腳踹下去 然後都很很麻煩 然後那個就是 直接掉了0.7秒啊 我都不能理解 哇他們全日飛的選手 正打下賽道 然後直接刷新K1的場地紀錄 太厲害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正打反打都可以 不知道其他觀眾看起來 你們自己騎的心得是怎樣 你們可以在留言區分享給我喔 那我們現在就等到辦法 前菜油保養好 這樣就是換好 然後裝上去 就今天的飛天就大功告成 哈哈哈哈 我們最棒的 INSTA 360 爸爸 下日促銷又來了 這次呢 連我們的X3也有加入促銷喔 1RS1英吋也是有優惠的 那我們平常出遊的話呢 有時候會裝在車頭 有時候會裝在車尾 往前面拍 往後面拍 往後面拍可以拍到車友 往前面呢 可以拍到自己的屁股儀的姿勢 這個角度呢 非常適合在賽道的時候使用 放在後面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屁股儀的夠不夠出來 姿勢夠不夠標準呢 紀錄我們騎車的日常生活呢 是非常好用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我們的 INSTA 360官網 看一下我們這次的夏日促銷優惠資訊 如果有興趣購買的話 也可以用鵝鵝的專屬購買連結 因為用這個連結購買的話 會有額外付贈的東西喔 會送一隻鵝嗎 呃...不會 哈哈哈 鞋子 裝上 腳裝上 前上有眼鏡保養完了 事實上真的是好像不用換也沒關係 之前阿魯那一片的時候 好像是說什麼 兩年還是三年要換一次 每台車的建議時間還是不太一樣吧 就我覺得 前上有的時候定期要換嘛 可是如果你是路上騎車很休閒的騎士 然後或者是你的里程數很短 那我覺得可以延後換沒關係 可是其實 而魯也沒有到很休閒 為了到那個標準 因為標準定下來就是讓你最安全的使用狀況 對啊 就是建議 就是你想要對車子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是凡事照手冊 對 像那個加什麼9598 人家說 不是很多的車友都會覺得 我就是要加98什麼的 可是其實就照著原廠手冊建議都會比較好 其實手冊就是一個最安全的標準 最基本的參考 而且那是技師人 然後技師對車子最了解的 然後內部工廠最了解 他們覺得應該要做什麼 是對這台車子最好的 我覺得還是照他們建議就好 當然你還是可以 當你有經驗 你會因自己的使用習慣做調整 也有的人可能覺得 他前叉用久了衰退 他起早換啊也是有可能 對啊 我現在有非常糟糕的前叉使用機 就是我低福的V2 我現在的運用練習車 他也不用煞太大力 可是因為他的煞車是很有力那種 所以我只要也不到輕點 就是抓一個有力道的剎車力道 然後他就直接 然後 整個就直接 過彎這樣 然後我就 可是他就真的是 讓我聽到 前叉太軟 極度軟的那個 使用感受就這樣 好 反正就是 大家就是要記得 定期的去保養他 如果你沒有太激烈的話 就是照著原廠手冊 然後可能可以稍微再延後一點 反正你就是 以你的使用很 浮其成感覺來做一個儀菌 如果你是那種很激烈操架的玩家 那真的 乖乖照著原廠手冊的時間換這樣 甚至你及早換 對 如果你真的超激烈 那你真的及早換 你搞不好流出來 然後全部都是 黑水 黑巧克力這樣 很恐怖 反正前叉就是 蠻重要的啦 在過彎穩定上面 穩定性上面 是很重要的 懸吊配件嘛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保養他這樣 保養就差不多這樣啦 就是機油 然後前叉有換一換這樣 然後 行車記錄器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喜歡圓鏡頭還是房鏡頭 因為他現在獅子座肉袋 好像標配是一圓一房這樣 然後可以更換 就是可以選配這樣 就是你如果喜歡圓鏡頭 那你就前後都用圓鏡頭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圓鏡頭 其實我覺得兩顆都蠻好看的 只是 放鏡頭體積稍微再檔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他要看車型 因為CV的話 我覺得放在你的房前面蠻臭的 所以我選的是圓鏡頭 那後面我覺得就沒差 因為他圓燈要配圓鏡頭 對 我覺得前面放方的就是有點突兀 讚比又比較大這樣 那後面我就覺得沒差 所以我覺得以前以後這樣子OK 那如果是別台車的話 你們就可以就是選搭一下 這個選擇方案還不錯這樣 好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就裝了行車記錄器 然後我們的房間 保養了一下前菜油跟肌油這樣 還有是一尾婆龍 才8000 超棒的流行 上次那個時候想要摸真的很抱歉 其實上線的時候 花旗還在 但是 下雨了 對 碰到一陣狂風暴雨 把最後的花打掉 對 因為我們還有一直去關注那個Google的地圖 因為那畢竟已經是花旗末 我們就一直在關注 因為我們很想要就是在廉價前面上片 然後希望大家廉價可以去看 那沒想到就一陣大雨 然後就看到有人PO那個大雨的照片 哇 那花全部被打到地上去 然後整片都沒了 啊 可是下雨前那個花是還在 對 就有點抱歉 那反正我們之後還會再去開發更多 好看漂亮有趣好吃的景點給大家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的旅遊partner 不partner 廢話到此為止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哇 R3 騎上了越對面黑色水 你那個是太激烈了 這個人現在很努力的在練車 因為他的比賽呢 第一場是5月28 PSR300組 然後300組是一個非常 對新手很不友善的組別 因為參加的人太少 所以他沒辦法開到ABC組 就是沒辦法分接組 那所有人都一起在同一組裡面騎 也就是說 新手進去 就要跟騎了4-5年的老屁股一起比賽 那這樣全部融在一起比 我真的非常的激烈 而且前面的 前面的那些老屁股真的是蠻可怕 你要 小心 你要好好的玩賽 不要 不要被 對 因為每次300組都很可怕 像去年我記得還有 每一場都紅旗 然後還有火燒車的 300組真的太可怕了 1 2 2 3 4 4 5 5